传军在电影《墨沙》中简直杀疯了 校园霸凌 家庭暴力 儿童性侵 再到偷拍和腐败行贿 黑暗元素层出不穷 剧情也是反转反转再反转 以校长女儿安琪为首的四人组 江亚把女孩小彤用胶水粘在了墙上 女孩想要挣扎却无法动弹 路过的学生和保安都不敢上前 因为他们对此早就习以为常 霸凌者之所以这么做 只是怀疑小彤偷了他们的手机 他妈是用手机呢 手机到底在哪啊 可小彤是个哑巴根本无法和他们辩解 就这样还要遭到霸凌者的殴打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 校长女儿又拿起沾满胶水的刷子 将女孩的嘴巴给沾上 女孩握紧拳头很想要反抗 但是她的身体根本无法动弹 霸凌者们吸满一足后离去 只剩下小彤无助的在哭泣 当母亲李涵找到这里时 整个人都呆住 胶水已经在女孩身上凝固 李涵不得不剪掉小彤那飘逸的长发 女儿害怕地抱住女亲 此时无生胜有生 但从李涵的眼神看得出来这是没完 这天三个霸凌者放学没回家 来到学校附近一栋破旧的教堂 挽起了塔罗牌 抽出的第一张就预示着不响 转头发现其中一个女孩消失不见 剩下两人来到门口 看到一个黑衣人杀死了女 在逃跑途中一个女孩不慎踩空 就是因为这一耽搁 让黑衣人追上了她 而女孩也看到了黑衣人面孔 可惜黑衣人没有给她说话的机会 一锤子下去要了她的命 另一名女孩刚跑不远 就看到同伴的尸体被丢了下来 她害怕地躲到树后面准备报警 而黑衣人已经来到了她的身后 李涵为了小彤在学校能有一个好的环境 主动带自己做好的金菊茶讨好老师们 也就在这天警察收到了学生失踪的报警 在现场只找到了一串牵纸盒 这串牵纸盒正是霸凌者们从小彤身上拿走 面对警察的质问 小彤不知所措甚至有些害怕 好在李涵及时赶过来 代替女儿回答了警察的提问 毕起受审的还有校长的女儿安琪 在女孩们失踪的那天她去了医院 还有医院医生开的证据 她有充足的不在场证据 也就从这天开始小彤的行为越来越不惯 话出的话也十分诡异 一个男人埋在图里手上还长着不知名的骨 失踪女孩的母亲在学校门口发着寻人启示 看到小彤母女走来直接将两人拦下 李小姐 你有看到小彤吗 李小姐 那你如果在学校附近 不想看到她在哪个同学家里 拜托你放肆我好不好 如果看到她 好像很知名 两人回到家时看到楼下搬来的一位新住 没想到新邻居是学校的维修工灵在府 回到家的李涵换了身雨衣就要出门 楼上的金菊被雨淋了做出来的茶就不好喝 放学后的安琪收到了失踪女孩的消息 指引她来到了一辆废弃的公交车内 当坐下边上的窗户就被敲破出现了一个黑衣人 慌乱中安琪捡起灭火器对着黑衣人喷去 这也为她争取的逃跑的机会 可是车门早就被黑衣人从外面给卡住 在安琪淒厉的叫喊声中 黑衣人突破迷雾缓缓靠近 第二天学校的方老师到了退休的年龄 李涵特意摘了一袋金菊为她送行 大夫帮着方老师收拾东西 亲自开车送她回家安享晚年 下午学校为了筹集维修款 准备举办一场慈善表演 校长却怎么也联系不上自己的女儿安琪 就在男人上台接踩时 踩球中散落下来的不仅有礼花 还有一具女孩的尸体 正是校长的女儿安琪 场馆内顿时乱做一团 校公李涵担心自己的女儿可是却怎么也找不到 他急忙跑回家中 可家里也没有女儿的踪迹 警察很快对悬事案展开调查 校长回忆起学校门口最近有一个鬼鬼祟祟的人 总是拿着相机在拍学生 他怀疑这个人是校公林在府 一年前海啸的时候他的家被毁 学校方老师救了他 后来就在学校当了校公 有一天他的女儿突然跳楼自杀 从那以后他看到和女儿年龄相仿的女孩子 总是有一种异样的眼神 李涵调查了家门口的监控 发现女儿失踪的时间内林在府曾经出现过 可是暗门林却无人应答 他发现门口的墙壁上有一道划痕 还在地上捡到了手表的卡扣 在楼下的下水道内发现了小彤佩戴的手表 李涵自己挠补了一段女儿被林在府绑架的画面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李涵决定从四楼外面下到楼下一探究竟 脚下的水泥块没撑住掉了下去 好在他被下方的空调外机给接住 手掌却被露出的螺丝给扎穿 李涵忍着疼痛翻进了林在府的房间 刚一进屋房间内的感应灯突然亮起 但他顾不得这些只想尽快找到女人 镜子中照射出女人的面貌 沧桑的脸把他自己都给吓到 可惜的是他在屋内一无所获 这是楼梯处传来男人沉重的脚步 李涵赶紧躲到了床底下 男人回到家查看了一圈没有发现异常 可就在他换衣服时钥匙掉落在床边 在弯腰捡钥匙的时候 闻铃声突然响起 房东太太有一些东西要捐给慈善会 想用在福的货车帮忙送一下 面对房东的要求他也不好拒绝 李涵这边刚从家里出来就遇到了警察 通过调取监控发现 林在福在离开前扔了两个黑色的大袋子 但这并不能证明他女儿是被绑架还是失踪 眼看垃圾车就要将袋子给拉走 女人赶紧追过去阻止 可是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那两个袋子 这时一阵熟悉的电话铃声响起 四周望去看见一个黑衣人将袋子给偷走 眼看黑衣人要逃走 警察和李涵赶紧追了上去 临近巷子口 黑衣人被汽车给撞到 揭开男人的口罩发现并不是林在福 男人叫吴旺 在他的DV中发现许多偷拍的视频 但肯定的是他出现在李涵家附近 绝不是为了偷拍 这不是吴旺第一次偷拍 作为父亲吴警察每次都是赔钱道歉 但也是这种溺爱让吴旺越来越变态 在吴旺的DV中拍到了小童被绑架的画面 和李涵脑补的几乎一模一样的情形 女人质问吴旺为什么不救人 但男涵说出的话让李涵沉默 警察在看完无望的所有视频发现 李涵曾经虐待过儿童 视频中清晰记录了他殴打小童的所有过程 武警官将他扣押在警局 亲自带队去搜索小童的踪迹 在关押的时候李涵遇到了来警局配合调查的老师 看到老师有一把和林在福一模一样的钥匙 这是学校慈善活动式救纸的钥匙 只有他和方老师一人一把 趁着警察不注意的时候 李涵偷走了钥匙开车前往慈善会活动式救纸 此时武警官在李涵的家中找到了一部手机 手机中只有一个号码 打过去接电话的人是李涵 手机号备注的是老公 李涵开车来到慈善会救纸 当下车就看到一只流浪狗在啃食什么东西 揭开上面的黑色袋子 出现的是一截人类的手臂 尸体都已经发臭声躯 更可怕的是边上发现了第二具尸体 他用受伤的手一点点挖掘 最终找到了三具霸凌者的尸体 可是却没有发现他的女儿小童 不久后林在福绑架着房东也来到了这里 他要杀了害死他女儿的帮凶方老师 十天前林在福在女儿的置物柜里看到了一个牵纸盒 柜子中还存放着霸凌者黄文玲的手机 他在手机中发现了女儿死亡的真相 那天是女儿慧君的生日 校长女儿文奇等人为慧君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一个长满尖刺的头冠 这些霸凌者觉得刺伤慧君不过瘾 还剪掉了她的头发 混入水壶中强迫她喝了下去 不巧的是被路过的小童给撞减 盼着慧君带着哭腔的求救 小童决定不能坐视不理 她掏出包里的剪刀准备上去救人 却被她的妈妈一把抓住 最终在李寒的拉扯下把小童带离了这里 突然一声巨响打断了李寒 霸凌者们带着惊恐的表情离开了楼顶 李寒带着小童来到楼顶 发现慧君掉下楼摔死了 在楼下讲课的方老师 第一时间听到了坠楼的声音 她也看到了霸凌的女孩 当在府赶到这里时 她却阻止男人进入 但还是没有瞒过在府 她看到躺在地上紧声一口气的慧君 卫君最终没能撑过去 带着不甘离开的人士 也就是从这天开始 在府一直在门口见人就问 有没有人知道当日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每个人对此事都闭口不谈 每一个人都很冷漠 在府拦住校长的车想要调查当日的监控 却被告知监控早就坏掉 方老师也劝在府 已经发生的事情无法改变 让她接受这个事实 在府怎么也没想到罪魁祸首就在车内坐着 更可怕的是校长已经和警察勾结 你女儿是自杀的 请你接受现实 别来了好吗 作为父亲的林在府彻底黑话 她要为自己的女儿报仇 在那个下雨的夜晚 她垂杀了三个霸凌者 安琪也是她诱骗到废弃公交车杀死 林在府故意把尸体放进彩球 就是要报复校长 让她也体会到失去女儿的痛苦 作为帮凶的方老师 此刻才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多大的罪 让一个无辜女孩惨死 就在这时李涵从后面出现 一锤子打在在府的身上 第二锤却被方老师用身体挡住 把你女儿来在画铺里了 听到此话的李涵再也无法一直怒 举着锤子就向在扶锤去 怎么样 这是你女儿的感觉怎么样 你说我呀 你说我呀 你给我 挑散开来的石灰粉遮挡了视线 临里呼呼中看到李涵举着锤子向她袭来 在府一个冲刺将女人撞到了地上 李涵也被撞晕了过去 至此在府完成了所有事情 背着方老师离开这里向警察自首 幸运的是躲起来的房东太太救了李涵 为了找到女儿的踪迹 两人开着车追向林在府 房东见女人变得如此疯狂 争吵着要下车 更是把李涵藏在心里虐待女儿的秘密说了出来 迎来的是李涵的抱头一击 他们的汽车也和林在府的车辆撞到了一起 命大的李涵仅仅是受了点轻伤 他拉开在府的车门追问女儿的下落 路上心头的李涵拔下破碎的镜片 直接把在府的嘴巴扎穿 他现在只想找回自己的女 即使让她去杀人 他也在所不惜 但服用尽力气将女人推开 缓缓地开着车向警察的方向自舍 武警官以为他要冲卡逃跑 抛出手枪对准车内的在府开枪射击 车辆最终停在离他20公分的地方 五年后的一场霸凌事件 因为李涵的冷漠无情 当女儿被林在府绑架后没了踪迹 却不知这些全都是女儿在后面一手操控 是她将手机放进了置物柜 也是她通过牵纸和向林在府报信 林在府杀人时她就在边上看着 所谓的绑架也是两人导演的一出戏 目的就是为了给自己最好的朋友惠君报仇 林在府复仇后主动向警察自食 李涵也因伤住进了医院 警察在林在府的家中发现了一些奇怪的指头 警察派了大量的人手在楼上的京剧田内搜寻 找到了一具已经白骨化的尸体 这边的大聪明也发现了奇怪的事 小童丢失的那串千纸盒 打开之后里面是一幅图 将所有图片组合在一起 正是现在京剧田内的画面 武警官猛然想起之前调查李涵家中时的异常 李涵丈夫的衣服是干净的 鞋子也是崭新透亮 丈夫的手机中通话记录也只有李涵一人 他已经猜到是李涵杀了自己的老公埋在了楼底 这时记者和家属以及相关的人冲到了楼上 纷纷指责他这个杀人魔 林在府推开看守的警察 站到了大楼的边缘 看了最后一眼这世间的太阳 毫不犹豫地倒了下去 小童的去向永远成了一个谜 本以为事情已经结束 武警官的儿子吴旺又提供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清楚地拍到 九岁的小童用剪刀刺死了自己的肌肉 李涵是在男人死后才赶到的现场 李涵之所以虐待小童 只是为了让她知道界限在哪里 让小童不再犯下错误 小童之所以离开 就是为了让母亲洗脱所有的嫌疑 她比任何一个人都要勇敢 李涵想要把所有的罪责揽在自己身上 探着眼前的女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跪在地上苦苦地哀求自己 男人改变了主意 天网灰灰 这个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小童最终还是被逮捕关进了拘留所 此时的她不再是那个不会说话的人了 不再次人了 谢谢观看